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15岁考入山东华翔学校到17岁正式进入空军 他将三岁顽童的梦想变为了现实 但当他真正驾驶飞机飞上蓝天后 他才明白这蓝天骄子并不那么好当 我有一次飞行就是飞夜航浓云 那么飞进去以后就是一团漆黑 往外看根本就看不出去 坐舱里看就是闪光的仪表 那么等着你飞到200米左右 仍然看不到跑道 你要是稍微不成长的话 你可能就要浮飞 浮飞你再进入第二次着陆 第三次着陆 一个是油量可能不够 一个你的信心和你的体力会受到很大影响 那这个时候就是这么 实际上就是一刹那的时间 你如果能够很很成长 很有自信 坚信你的技术 坚信你的仪表 然后他就可能穿破这个迷雾 就出云 迷雾过去就是蓝天 蓝星国说他感谢蓝天 因为每当在空中遇到困难时 无言的蓝天就是他身边唯一的 也是最忠诚的伙伴 使蓝天给了他信心和力量 使他一次次化险为夷 但随后的一场大病 却使他差一点离开自己心爱的蓝天 1985年 36岁的蓝星国卫病发作 不得不暂时告别蓝天 而此时的空军正在精简飞行员 病中的蓝星国为了支持检员工作 主动提出了复员 但复员后去哪里 我还能再上蓝天吗 蓝星国一次次的问自己 当时我就给我们空军的司令员 我就亲自写了一封信 我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冲上蓝天 至于说是什么植物 什么军衔我不考虑 如果在部队不让我飞 那我就转业 我到民航去飞 如果到了民航还飞不成 那我将来有了钱 我自己要买一架小飞机 我自己还要飞 就是要再次飞上蓝天的强烈愿望 是蓝星国选择了航空公司 当时西南航空公司规模较大 而四川航空公司不仅起步较晚 而且由于长期经营不善 公司内部人员关系复杂 经济入不复出 很多职工闹着要离开 而蓝星国却在这时走进了川航 周围的人都把不理解的目光投向了他 难道是他不了解情况吗 那么我为什么选了川航呢 他们也经常问我这个问题 说川航没有希望 你为什么要到川航 而我说他之所以乱 就说明他有潜力 之所以他小 他没有现在还看不出来的前途 那正需要我们这些人 来把它做好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川航的乱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要想扭转 也不是光靠说句话就行的 毕竟这是关系到人的事 比驾驭一架飞机可要复杂得多 大家心里都在犯迪雇 蓝星国他行吗 后来也问我说 你这个时候你到川航来 能有什么作用 你有信心来 你是为了想当那个总经理 还是真有信心能把川航做好 信心来自什么方面呢 我认为第一 川航的干部职工 大部分是来自于空军 来自于这个军工厂 那么这些人呢 他的这个航空 这方面素质 都是很高的 第二个呢 就是人心所向 都不甘心川航就这样夸了 蓝星国受他的信心 来自于川航的人 所以他最看重的 就是人的问题 1996年 他走马上任 四川航空公司 总经理的第一天 就在租来的会堂里 进行了自己的就职演说 矛头直指 最敏感的用人问题 砍掉山头 不拘一格 选人才 你就是要 广大人才 挺直腰杆 斗智斗勇 买飞机 我说不就是发动机吗 大同小异 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当时的川航是三国鼎立 共有三个帮派 彼此之间 明争暗斗 辛劳总来了 很多人都抱着观望和怀疑的态度 不知蓝星国是准备实行一朝天子一朝臣 还是打算来个大换血 但蓝星国的回答却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所以我就讲了 当时用人就是能者上 拥者下 劣者态 坚持公平 公正 公开 公愿 我就讲了 人心是感叹 在用人问题上 要充分的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 群众是最公正的 有人认为蓝星国的话 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新冠上任嘛 总是需要喊一些政治口号的 但蓝星国这次可是动了真格的 蓝星国来穿航时 穿航的财务管理混乱不堪 银行信誉很差 别说买飞机 就连给职工发工资的钱都没有 选一个好的管家 就成了破产眉睫的事 蓝星国会用谁呢 大家都在观望着 想由此探探蓝星国的底 蓝星国则来了个出奇制胜 那么就召开了一个会 就宣布 就是这个领导班子 这个调总的一个决定 当时的话 蓝总就叫我来听了 当时我坐在下面 就后来下来以后的话 可能也有一些 就是一些领导也问了蓝总 为什么让他来听 可能有这么一些疑问 我们这个总会计师 就是女同志了 吴其敏 原来是穿航的 调走了 调走了以后 我又把他调回来了 当时有很多阻力 说你不要 不要调这个人进来 我说必须调进来 不管阻力有多大 蓝星国的心理清楚 之所以有人害怕 吴其敏进穿航 是因为他工作坚持原则 挡住了一些人的方便之门 阻断了他们的财路 而这曾经大开着的方便之门 正是川行走向衰败的政洁 所以他下定决心 顶住压力 要把吴其敏调回川行 后来的多次民主评议中 吴其敏的得票率很高 这又验证了蓝星国的话 人心是敢秤 穿航这台戏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办公室主任王刘信 而他正是蓝星国从外面请来的演员 因为我以前没在川行工作过 像我到川行来 一下就到了人事管理负责人的岗位上 确实当时对我的议论还比较多 一部分就是说人家不知道我是个什么背景 有些人觉得说蓝总从哪选了个亲信 这是有一种说法 时间我跟蓝总认识时间很短 所以他当时让我来做着工作的时候 应该说也是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毕竟川行这么多的干部 这么多的员工 这么多年的创业 这么多的创业者 让外来客坐在了川行的重要位置上 蓝星国的举动触动了一些人的切身利益 他们以群众反应大为借口 一次次向蓝星国提出质疑 蓝星国索性深入群众调查了解 实际上一调查一了解 群众他是不管你是从哪来的 他只管你这个干部能不能干事 能不能为我们大家为公司做出贡献 过去川行的干部是能上不能下 蓝星国来了后 让干部随时都能上能下 而主宰干部上下的因素 不是后台有多硬 关系网有多大 更不是与蓝星国的关系怎样 唯一的指标就是群众的民主测评结果如何 这下那些拍马是为了骑马的人 彻底没有了市场 这样把大家充分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也消除一些各个干部之间的一些内院 隔阂 为了川行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想就是 到了川行应该就是 最基本的还是团结领导班子 团结群众 依靠群众 形成群策群力 群为群胆 有些干部担心 一旦下了就会被打入冷宫 蓝星国说 他不会一下把人看到底 要允许别人犯错误 要给干部更多施展才能的机会 最重要的是看工作成绩 这也是群众所关心的 他还引用了邓小平的话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文具立足以来 对干部是 要换人 但是还是要换思想 换观念 换精神面貌 还是多换思想 少换人 有些同志的 他的弱点 暴露的比较多 优点暴露的比较少 那我们就是 通过一种教育的方式 转变 挖掘这些干部身上的 积极的方面 过去蓝星国来川行 是说川行小 但才会有前途 这小的直接体现 就在畸形的落后上 一直以来 川行拥有的主要机型 是俄罗斯产的图154和国产运期飞机 蓝星国知道 要让川行有前途 就必须购买先进的飞机 要想扩大你的规模 必须要增加你的主力机型 就像部队打仗一样 你主力部队 要有精锐的部队 咱们讲拳头产品 那么我就认证了 空客飞机必须要增加 买飞机可不像买米买菜 那么简单 要逐级上报审批 通过后 才能正式与外国公司谈判 不过蓝星国说 即使是购买上一元的飞机 也一样需要讨价还价 需要与老外斗智斗勇 包括我们给国外的发动机公司谈判 他们不给我们 国际上最优惠的条件 不给我们就换发动机 就换另外一家厂的发动机 但对方清楚 一旦换了发动机 就必然会给川行 带来成本和人员培训费的增加 他们认为蓝星国 不过是说说而已 所以就来了个 以境之动 毫不让步 但是我当时我就改意 做出这种决心 同时就是给另外一家 两家公司同时谈判 就是另外一家公司 川行是蓝总是真要换 他不是说假换 而且我们在算账 就是说当时有的同事 就放马上去 对我们公司来讲是致命的 我说不就是发动机吗 大同小异 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见蓝星国不是在玩虚枪 国外的发动机公司也着了急 不得不打破铁定的销售策略和预付政策 这样以来 蓝星国使川行便被动为主动 少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预付款 缓解了公司资金周转的压力 1997年蓝星国作为国内航空公司的唯一代表 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新华厅 参加中法关于欧洲空中客车工业公司 对中国销售30架空客飞机的签字仪式 这30架飞机中有4架是川行的 而其中的两架A321机型 是首次进入中国大陆市场 仅2000年一年 川行就引进了8架新型飞机 停用了9架旧式飞机 目前川行拥有7架空中客车飞机 机队规模迅速的扩大 还有一个企业必须要形成规模效应 你说我7架飞机也是1000多个人 我10架飞机我可能还是1000多个人 但是你的人员成本管理费用 它都要摊到7架飞机上和摊到10架飞机上 它的概念就大不一样 就增加了你的盈利水平 增加你的盈利水平 你就把你的航空公司成本降下来 你就给旅客更好的优惠条件 票价要低一点 舒适一点 食品要好一点 还发点纪念品 人家就愿意做你航空公司 我们还有免费接送 所以这样一种 它成为一个机队规模增加以后 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益 提高了市场的竞争力 看来蓝星国的这笔账算得非常清楚 正是因为这种为国家精打细算的精神 使得川航在蓝星国上任不到一年 就已经扭亏为盈 如果把蓝星国的用人和买飞机 看成是招兵买马的话 那么川航这日部队能否取得胜利 关键还在于蓝星国在市场上如何排兵布阵 是正面交锋 还是另辟蹊径呢 竞争激烈 蛋糕不够吃怎么办 成都市场是最激烈的战场 眼光放远 环保旅游做文章 那么这个旅游发展了以后 我们航空来坐飞机里又多了 蓝星国把现在的航空业 形容成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歌剧各有势力 而依川航目前的实力显然算不上春秋五霸 要想发展又不被别的公司吞并 经营决策就显得非常重要 我们形容就是成都市场是最激烈的战场 全国民航市场成都最激烈 因为北京上海广州 它那个市场份额蛋糕特别大 所以小公司呢 抓一口就可以抓保 而且其他一些 其他地区的一些地方公司呢 它面临的这个对手呢 都是一些大公司的分公司 对手不强 而我们面临的是一个 这个新南红室的一个泡沫大 在成都这样一个蛋糕 市场份额不大不小的情况下 所以两家贫乏特别大 蓝星国曾是军人 他明白在兵力不强时不能硬碰硬 那么如何才能以一当十呢 一次九寨沟之行 是蓝星国的心中点燃了希望 九寨沟这么好的地方 是山高路远 甚至于山高路险 如果能够把九寨沟的旅游自然开发出来 那么当地的地区肯定会很快的就繁荣起来 这个地方两个地方交通改善 如果是靠修路 是我认为很困难 因为它这个地质条件 地形条件 山体滑坡 泥石流 他方 包括投入的资金工程量相当大 但是投资建小型的支线机场 投资少 建小块 蓝星国算了一笔账 如果一个外国游客到四川花费五百到一千美元 那么一百万人次就会有一百万乘一千美元 数字非常可观 而且他认为一旦航空线建立 就会形成环保旅游航空的良性循环 通过航空来改善交通环境 带动旅游的发展 通过旅游的发展 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它可以带动用自己的财力来搞环保工程 环保搞好了 植被搞好了 绿化搞好了 那么它旅游环境又改善了 那么这个旅游发展了以后 我们航空来坐飞机的又多了 2000年12月 蓝星国驾驶穿航运12飞机 在海拔3300米高原的简易跑道上 两次试飞九寨沟 更于第二次成功着陆 归来后有人劝他 那么危险何必亲自去试呢 蓝星国笑着说 这叫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那么这次试飞都是成功的 就证明了我们有能力生产国坦的高原性能力飞机 我们有能力在一些高原地区建立一种简易的 投资不大 建议要很快的机场 那么西部地区 如果这种支线机场多了 用小型的飞机飞 那么连乘网络 通过一些成都啊 西安啊 这些昆明啊 这些中心从事的辐射 包括乌鲁蒙奇在内 干线支线连乘网 那我们这个航空市场的潜力还是很大 但要真正建立连乘网络的小型机场 仅仅靠几次试飞成功是不行的 因为这不只是蓝星国和川航的事 他牵扯到的因素太多了 所以一谈到论证了八年也没有上马的酒寨沟机场 蓝星国兴奋之余也有几分担忧 但他说他还会继续坚持下去 因为他毕竟已经看到了希望 八年的时间不算短 但却不足以让蓝星国带领川航走入酒寨沟 看来这真是一场持久战了 面对现实 蓝星国认定 只要曾经努力过 就不会留下遗憾 感谢收看本期的财富节 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财富 左宗生曾经是一个普通的下岗工人 十几年前迫于生计 他办起了自己的摩托车修理部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修理部 在左宗生的手中变成了一个大型私营的摩托车生产基地 在山谷云集的摩托车市场沾满了脚跟 那么宗生总裁成功的背后究竟靠的是什么 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这位靠诚信打造成功的左宗生 一大早 左宗生夫妇就和所有的上班族一样 简简单单的吃点早点 然后赶着去上班 十几年来 这样的生活规律一直没变 尽管昨天下班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夫妻俩还是着意打扮得精神些 然后开始又一天的紧张忙碌 虽然自己就是老板 可是左宗生给自己立下的规矩 比对公司的职工还严 八点钟到场 八点半上班 妻子袁德秀 为了让丈夫在车上还能处理点公司的事 常常充当起司机的角色 三千多人的工厂早已忙碌起来 集装箱运输车来来往往 左宗生一上班就被各种事情缠住 连接电话都免不了要让夫人带牢 在中国的摩托车生产基地重庆 宗生集团从小小的修车铺起家 发展到现在的每年可以生产上百万辆的摩托车整车 两百万台摩托车发动机 总资产超过二十个亿 的确让人刮目相看 在重庆的好几家国营大厂的包围圈中 短短六七年时间 宗生集团下属的八十多家成员企业 和数十家子公司 遍布重庆 北京 山东 广东等地 目前宗生摩托已经跻身 全国同行业十强之列 由于父母早逝 左宗生只读到初中一年级就失学回家 他带着小他十多岁的弟弟 相依为命 不久以后他在一个小厂从学徒工干起 工资从十八块慢慢增加到三十一块 在这个期间他和妻子袁德秀相识成家 八零年夫妻俩一合计 觉得呆子单位每个月挣那么几个死工资 实在没什么意思 于是一狠心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主动下岗 辞职以后夫妻俩什么赚钱忙活什么 一会儿犯水果一会儿到火车站倒腾旧衣服 可偏偏时运不济 犯水果遇上坏天气 犯衣服遇上小偷 到头来两万块的本钱只剩下两千块 实在没了办法 袁德秀的哥哥姐姐帮忙出主意 开个修车铺 本小利大 自行车有人骑摩托车以后也会多起来 于是压根就没修过摩托车的左宗生 跟着大舅子学起了修摩托 当时我来到一台摩托车我最感受的时候 我哥也不在 师父都不在学徒怎么结家联悟的时候 我老公休了三天三夜 没有睡觉 他一直 这个修这个修人为顾客都没有在了 后天三年之内要拿货 因为什么都没有 他是靠自己车下来哪个毛病出了问题 他翻书 翻书了油车上撞了 撞了十几道 那火箱啊火箱体啊 因为他不懂 火箱体根据书上来找 他三天 我把饭啊给他热过去热过来 就没吃 因为他一个是做出表率 希望对我们原家来讲的话 不要受气 自己掌握了技术过后啊 多少年钱 给丈母娘啊 丈母啊老丈母啊 表达公 所以这种压力下呀 他开口 他成功了 原来是那个土路 这条路啊是去年来修好的 原来是土马路 全部是灰 我们都用这个毛端啊打一个棚出来 这样 都在这个坝里面 修的坝图车 天天人都是花的 手从来洗不干净 开不来了 就是我们一个是服务比较好 还有就是东南西北都搭到我这里来修 修了 平时啊 他们来了 可以在里面休息一下 洗个凉啊睡睡觉 到了中午饭的话 跟我们一块吃顿饭 靠真诚 信誉和努力 这个远在偏远郊区的修车铺 居然成了重庆数一数二的修车点 甚至比国营大厂维修部的名声都要响 很快 左宗生的手下有了十几二十个伙计 每天从全市各个方向赶来的回头客 挤满了门两 最红火的时候 他们一天能净赚几千块 一家人过上了比当时万元户还要好的日子 左宗生夫妻俩时不时带着宝贝女儿到处旅游 现在袁德秀回想起来 最有滋味的就是那段日子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这样的日子他们还会有滋有味的过下去 我搞这个汽油机啊 应该说是比较偶然的一个机会 是在应该是九零年 当时我有一个朋友 委托我给他买那个三轮摩托车 三轮摩托车当时啊 因为拿去就是做摩迪用拉克 做云运比较实心 所以我都跑到 我就跑到那个我们重庆那个南岸 那个武中 他的一个效仿工厂 他在生产这个车 我去帮他买 我一去到那个就是武中啊 你看这个货很翘 当时那个学校周围的这个旅店 这些都住嘛 那人全部是都来提这个摩托车的 但是呢 生产不出来 我就问他们这个厂里的负责人 我说为什么原因这个产品 这么好的销路 为什么不多生产 他就跟我讲了 他说这个发动机现在目前买不到 买不到发动机 我都通过这个信息 我马上就给这个 厂里的这个厂长讲 我说我现在需要十部这个三轮摩托车 我给你提供十个发动机 你帮我装十部车 我的一个朋友需要 他马上就答应了 答应了 回来我就采购了一批零件 装了十台发动机给他 然后他把这个发动机拿去装到车上 就卖给了我 我就把这个摩托车给我朋友了 就通过这件事啊 那个三轮车的厂长就来找我 叫我帮他生产发动机 因为他感觉我给他生产的发动机 卖给他的发动机 比他在一个大的国营体 买的质量要好 这时候左宗生突然萌发了 想干一番大事业的冲动 我老公说了 现在光考修理 也不是个办法 要课大的话 还是要组建公司 我们老公说 那么必须要 我现在是个修理手 如果成立 如果要搞摩托车发动机的话 那要经过国家允许 那要成立公司 要把生产区过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老公开了个桥了 他到全国国地 他装了一台摩托车 走了五十九个厂家 五十九个厂家 因为我还没有成立公司之前 要向国方面 全国要有个实行考察 因为我们没有钱了 如果住出来的货 我卖不掉 怎么办 我跟你说 我老公背一个摩托车发动机 就是两冲行 两冲城的摩托车发动机 都是现在的建设厂 那一种亚马哈 两冲城 我现在我们住的是四种城的 背了全国国地 走了五十九个厂家 都是关于生产摩托车 拿了母路的生产家 没有钱赶飞机 都是赶火车买站票 我老公站到河北 站了三天三亿 都是坐到那个卫生间 厕所门口 八张那个报纸 在那个地下水 把全国的摩托车厂家 走了个遍 做终身心里有了底 大家都在为搞不到摩托车 发动机发愁 即使搞到了 质量还不如自己这个修车匠 悄悄打打弄出来的好 要是办个发动机厂 销路肯定没问题 1992年初 左宗申手头上只有20万 他又千方百计借到30万 偷偷地制造起发动机来 当时大家对发展私营民营企业 在认识上还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说当时我们搞这个小型汽油机 当时私营企业是不允许干这个项目的 所以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都比较大 特别是在这个同行业 大的国营企业 这种压力很大 曾经作为我们从今来讲 有两有三大家 一个是家里 一个是建设 还有一个旺江 作为兵工系列 从今市的自助产品来讲的话 他们算老大 在全国来讲他们算老大 主要我明确地讲的话 给他们真这个反思的话 他们肯定反对 包括家里厂 一过月到我这里来考察一次 说实话考察 检查我的工作 把我的活动给我收掉 工商指导给我收掉 面对竞争对手几乎无理的压制 左宗生没有申诉 更没有想到控告 他只是默默地等待机会的来临 当时那时候确实压力太大了 我就叫我老公不要搞了 因为找这么多钱干什么 人哪只有这么一点 肠子拉得到几千公尺长 拉得到几百公尺长 吃饭只有这么一点饭量 你干什么 我老公说了一句话 人不在于是吃饭的问题 是讲他人生的价值观点 虽然他这培养没有多少文化 但是他要做一个人上人 他说他要做一个对社会 对人民做一点贡献的人 我老公一直说我 他说李同志的是头发长见事短 不久以后 国家终于允许私营企业 制造摩托车发动机了 左宗生把生产许可证拿到手 长长地出了口气 干了几年的地下工作 终于见了天日 几经周折之后 在重庆八南区 他建起了属于自己的 像目像样的生产基地 生产规模迅速膨胀 在本来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硬是挖出了一方天地 当年他背着发动机走遍全国 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质量 比什么都重要 的确在竞争对手当中 几乎没有人比他更明白这一点了 我办这个企业 我认为质量大家天天都在讲 但是真正大家对质量的认识不是很深 因为我们讲的质量 我们公司推崇的质量就是叫 我们叫围观管理 要精细化管理 对每一个小的零件 对每一个每一道工序 都是要很过细的 我们这里讲的质量就是 1%就才叫质量 99%都不叫质量 只有这1%做好了 质量才能够做 尽管左宗生一直强调质量第一 但是在厂子办起来不久 还是出了件大事 我们在1993年 生产了一批发动机 当时是送到 河南诺阳一个客户那里 送去过后大概有几千台 送去过后 我在检查质量过程当中就发现 我们有一个竹上面的一个竹套 它应该是要求是 我们是做氮化处理 但是那个零件厂把它做了 就生炭处理 有热处理的方式 不一样 这种就可以影响它这个产品的寿命 它的耐摸程度可能就会达不到 我们规定的这种要求 那么这个问题查出来以后 我们就派了大量的人员去处理这件事情 就把这个送到客户手里的这个产品全部运回重庆 包括有一些已经卖出去的产品全部回收 虽然这一次佐宗申损失了两百多万 但是他因此赢得了更多的声誉 从开修车铺到办企工厂 再到集团公司 办企业对他来说 一切都是从头学起 这中间学费交了不少 最开始他连什么叫空头支票都不知道 结果让人骗了一大笔 一次次的挫折和失败 让佐宗申积累了见识和经验 佐宗申深信 当一个工厂的老板 就得要成为里里外外的行家里手 不光要懂管理会经营 还要懂技术会操作 这样才能随时发现各个环节的问题 他对摩托车发动机已经是了如指掌 不光会拆会修 还会操作各种机床 厂里许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见了他都有点害怕 因为什么事都甭想瞒过他 办企业已经七八年了 佐宗申养成了一个习惯 办公室可以不待 车间不能不去 每次下车间 他都能发现问题 一发现问题 他就要发火 他家在上车间 踩什么样子 踩什么走 要我问的 有啥子用 他就 居前 你这是港城市 这是你妈 行啥做用 我问的 说的是什么 我问的是 你从它去下车 是什么作用 我问一下 还是什么作用 你完全是你妈在 不动啊 我完全是不动 你什么作用 我们的 是把那样挣差点吧 那个挣一哈 还是为了咋挣 志工们开玩笑说 在宗申集团一年365天 除了12月31号总结成绩 364天都是在找问题 左宗申在别的事情上讲情面很随和 但是在质量上毫不含糊 宗申在发展初期 曾经和许多私营企业 乡镇企业互相辅助 共度难关 如今自己强大了 左宗申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帮他们一把 借钱给他们搞计改搞培训 他做到心安理得 但是如果当年的战友确实跟不上套了 提升不了档次 就毫不犹豫的中断合作 左宗申不得不这样 他感觉到身上有另一种责任 我这个老板当前我感觉压力比较大 因为你们昨天也看到了那些 我们的那些做零件的这些厂家 就跟我们走 我们感觉我们这里如果干不好 如果出什么问题 影响的不仅仅是我这一个企业 也影响很大一片 当然这些人都是在给我们发展初期一起起步 这样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要面对 面对的是可能十万人几十万人 这么一个群体 所以这个压力比较大 感觉到反正不能出问题 你出问题的话就麻烦了 我跟我老公说了 现在有这么多钱 你为什么还这么辛苦 我老公说了 不是你想下的问题 现在我有四百多个配合厂家 不是说你终身公司的员工 三千公司吃饭的问题 还有我有起的 已经起的 兵工起的 乡镇起的 十一起的 这么多起的 他们要吃饭 如果他们不跟我配套 这些人又怎么办 自从办了公司之后 左宗申夫妇 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 事情越来越多 夫妻之间的感情交流 却少了许多 妻子袁德秀抱怨 他和老公平时上班就是摩托车 回家还是摩托车 这让他多少有些心烦 当他们下班回家的时候 天早就黑了 今天是周末 女儿从学校回到了家 一家人难得的聚在了一起 平常人眼里再平常不过的生活 他们却感到要好好的去品味 小鞋过后的左宗申 又将恢复他昔日忙碌的生活 可以说摩托车改变了他的人生 中国的摩托车工业 正在发展中快步前进 相信左宗申 也一定能够带领他的宗申一路走好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